详详 都是特别的 详详 各位乡亲们 大家好 欢迎回到黄祭 经过了长期的奔波 呢 现在又终于回到我们家 温暖的场景就是我家的客厅啦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意大利人的首饰 好 那我们就二话不多说 赶快接下去看吧 我就是buono的意思 buono是什么 buono就是好吃的意思 下一个 完食 这不是美食节目 这在聊什么 没有了 能学puniente signore 其实意思就是说quanta pacienta nun lusso 就是我不知道 你意大利人 你如果不想做这个 你也可以buo 这种很机外的脸 下一个 注意哦 我手没有动哦 就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看到有人说 他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只有前面这个在动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意大利人说carrados carrados carrados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正要错事 害怕 paura的意思 paura在意大英文里面 就是害怕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人做这个动作 就比如说讲话讲话 就是说 你知道他现在就是 那就是代表说carrados 很像在打篮球 这就是piano piano piano 就是慢慢来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 uza la testa pensa uza la testa 如果大家就是在讲说 那个人就是 这样 代表说这个人是 非常的小气 就是braccini corte 这样子 下一个 他们不会举这么高啦 通常讲的时候就是说 你知道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有什么事情不是很单纯 这样子 就是说现在桌子底下 可能就是知道 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正在进行 有没有很忙 下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F40 你还正常吗 你是很有事吗 你知道像我们贵姐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 真的比较难搞的客人 我们可能就会这样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名 Teresa 是手这样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完全都不在乎 就是加重乳气的意思 I am care 对 下一个 这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Bevuto Bevuto 因为是过去式 就是喝的过去式 所以代表什么 就是 喝酒 matu 就是说 Tui bevuto 或者是你已经醉了吗 就是这样 下一个 会不会比到就是我眉毛都已经不见了 意思就是什么呢 Furbo 或是Furba 单语文的形容词里面就是非常狡猾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Mr. Tuk Mr. Tuk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就是 我觉得他真的很烦 这是非常文雅的方法 动作呢 其实这个可以赏他一巴掌了 因为 这个动作其实 我非常非常的少见 这个动作是什么 那就是代表说 你的另外一半正在出轨啦 下一个 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有点像是 呃 我忘记是哪里的习俗 就是说 你在讲一件 不好的事情 你希望他不要发生 可是你要描述他的时候 你要敲桌子 呃 如果我打完疫苗之后 没有发烧的话 那我应该 可以去上班 那这时候我一边讲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个动作 代表就是 Nom portas figa 他就是把放酷肉 那放酷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我骂 所以我在这边 也不会多做解释 反正就是 常常有的时候 你会听到有人在讲这个字 对 但是就是 不是很好听 小孩子比较悬 那如果真的就是 要默默的骂人 不想要 张自己的嘴巴的话 对 要非常的 好 下一个 代表说 figo figo有什么意思 就是 很酷 很帅 很厉害的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 figo 这个动作 通常是比较像在形容一个美食 就perfecto的感觉 其实通常 我现在记起来 通常如果意大利男生 他们看到美女 美 美女经过的话 然后如果穿得很辣的啊 那种你知道 就是 美女的话 他们通常也会做这个 动作 就是说天哪太完美了 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对于就是 意大利文化 又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不要忘记 订阅点赞 分享 还有按起来小铃铛 就下次见啦 大家拜拜